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局凌晨3点多安排一艘等船到场 用纳索固定下沉的南亚4号通宵搜索失踪者 造成39人死亡的南亚海难 家属只有一份2000页的死亡调查报告 去寻求真相 不过我们发现报告里面 有部分证人的供词互相矛盾 更加有人拒绝作供 有什么线索因为这样中断了呢 是不是有人想逃避责任 这份报告可不可以带我们接近真相 四银庭不开 剩下的疑问还有没有办法破解呢 上集我们讲到南亚4号这2000页死亡调查报告 揭示了海事处的验旋问题 当年的独立调查委员会 还提到南亚4号由绘图造船 几乎每个阶段摺二连三有人犯错 又说船之所以沉得这么快 因为少了一道水墨门 这道门为什么会消失了 警方的调查就找到不同的说法 我可以帮她剪短 可以 姐姐很喜欢这款康奈器 其实我每次看她姐姐都说希望她真是保守我找到事件的真相 其实每一次我都落到这里这个位置 上面的位置在望着海 我都想这个位置就是在这里遇难的时间 面对平静的大海 赵炳传记起不堪回首的一刻 那个画面是很恐慌的 因为我女儿还没戴上衣服 我太看不到她那边 最后我解决这条丝在船底 在船底是怎么沉 或者设计上有什么问题的时候 在我来说我觉得一定要追究到底 设计问题要由船的结构讲起 当晚海泰号撞入南亚四号 撞穿了第四和第五仓 但原来第五和第六仓是相通的 结果三仓同时入水 船尾不够两分钟 直到海藏 警方委托了一个海事专家调查 专家发现南亚四号的结构和途绩不符 少了一道水墨门 根据途绩 南亚四号第五和第六仓之间 标示了WT 应该要有水墨门封实条通道 专家还说如果有这道门当日撞船之后 南亚四号不会沉得那么快 不过根据口供记录 负责绘图的公司 抛出另一个版本 说到门没有消失到 而是由始至终 都不存在 警方在2014年 联络这间在新加坡的绘图公司 公司董事说 当年设计南亚四号 根本没有遇到这个位置 装水墨门 说是公司的绘图员出错 他也是在意外后才发现 不过警方之后 请这位绘图员了解 对方否认犯错 说他都不知道WT的标示 是谁加下去 还说那些途绩 都要交给上司审批 不错的事情没有发生以后 没有人去追究 没有人去告诉你错了 连错了 自己都错了 都不知道的时候 我们将来可能会继续过去 哪个版本才对 口供没有交代 只是知道 这个所谓的错 延伸到其他途绩 奇怪的是 同一时间 一份显示船舱横质面的设计图 又没有改造 标示同一位置 有一个通道口 结果南亚4号兴建的时候 将第五和第六仓打通了 但标示有水墨门的图积 又继续流传 这个出入 令到南亚4号之后十几年 计算矿层数据 都因为结构和图积不符 统统计错了 南亚4号在1998年曾经申请加压载物 稳定船身 船本身重大约48吨 加了原制压载物之后 船身重了15吨 相等于船重大约3成 变相减弱了浮力 我计算正正意外的影响 船沉得快很多 正如我们不能来得逃生 正正几分钟已经船沉了 负负造船的材理船厂 为何又没有发现问题呢 警方运作材理董事、经理、工程师等一共12人问话 不过警方在报告的总结说 这12人 没有人港多淘积上的通道口是何时出现 没有人承担核实淘积的责任 也都没有人确保的船是跟淘积去建造 刚才我们说到绘图的新加坡公司说 南亚4号原先的设计不予有水问门 不过原来在造船阶段 船厂曾经讨论过水问门的问题 警方找到两份文件 显示负责建造南亚4号船身的吾州船厂 曾经通知财理 船运回香港之后 要在第五和第六仓之间 开个孔撞到水问门 财理工程部一个员工向警方确认 他收过这封信 又确认财理负责开南亚4号五六仓之间的通道口 那是何时开的呢 他就说不记得 不过警方向财理一位姓罗的董事查询 他否认财理在南亚4号开过任何孔 又说无印象看过这些文件 口供显示 这位罗先生曾经在独立调查委员会作工 翻查记录 相信就是财理董事 罗岳盈 他又跟警方说 创5以6仓计算的抗层数据 是由船厂一个西班牙籍的工程部 助理经理提交 船厂当年交给海事处多封信件 都是由他签署 不过他在1996年离职 回了西班牙 警方2018年透过司法互助 找到这位西班牙工程助理经理 不过大部分提问 他都回答不知道 又说自己当年只是负责行政工作 途绩 文件要等一个叫Kent Lo的人批核之后 他才会交给海事处 翻查资料 财理董事罗岳盈的英文名是Kent Lo 基于西班牙这份工程 警方之后曾经再尝试联络两个人问话 不过其中一个说忘记事件经过 另一个就拒绝答问题 那即是船厂谁要负责呢 报告没有答案 我们去过财理船厂找董事罗岳盈 亦曾经发电由邀约访问 最后由一个公司代表接讯 麻烦你帮我转交给罗岳盈先生 我们要说一句转交组不是一定说要复你 这个其实我想你都在香港 我明白 结果我们都是没有收到回复 在这2千多页警方调查报告里面 我们还发现有人拒绝会面 包括船公司管理层 港狗公团联合总会前主席李国强 当年在独立调查委员会言讯作供 主动提到海泰号就是港狗小轮公司的工时问题 这个问题也引起警方注意事后曾经联络港狗小轮三个管理层 不过全部人拒绝会面 你事后又不会配合这个警方的调查 他可能是不想让人知道他的公司那么多 我觉得这件事我们香港市民真的很丰烦 尤其是那30多个死者家属也听到这样更加之不乎 因为警方可能可以停止很多调查 我觉得很气愤 更加之需要开死人庭去澄清 我想死人庭有个法庭的 如果你不作供或者不说 是要面对责任的 或者一些刑罚的责任的 我想你会说的 港狗小轮24小时一间的制度 到现在仍然存在 可惜没有人向警方提供到资料 而其实警方在2015年总结报告 都说基于海事处和船公司负责人 未曾在公开聆讯被传召作供 建议召开死因言讯 不过死因裁判官去年年底 收到律政司法律意见之后 认为死因言讯和独立调查委员会的职权 完全重叠 最终决定不开 究竟律政司给了什么意见呢 家属都问过这个问题 不过死因裁判官说 按照法例 没有需要向他们提供 随着时间流逝 家属追究的渠道几乎用尽 要揭开真相 似乎越来越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欢迎订阅 欢迎订阅 阅 欢迎订阅 欢迎订阅 鉴谈订阅